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文在寅担任了韩国第十九届总统 十一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跟文在寅通了电话 祝贺他的当选并谈到了萨德反导弹系统的问题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美国和韩国重大的事件 今天我们邀请的嘉宾是大家熟悉的自由至上主义学者 夏宜良教授 下面我们请夏教授 夏教授好 张杰你好 夏教授我向您请教的问题是 川普总统为何要突然解职科米局长 首先我们知道科米他在过去一段时间 尤其是在川普在就任总统之前 就有关美国的大选是不是受到了俄罗斯的内在控制 展开一些调查 后来奥巴马总统还有希拉里 还有其他的一些人 作为民主党反对派 也都提出了很多的要求 希望彻查这个在竞选期间 这个有没有俄罗斯的黑客介入 控制美国的大选结果 所以这一点呢 就是说在川普做的时候呢 川普也是就算是对他有些不满 也没办法表达出来 但是后来呢 就任总统之后 似乎这个调查并没有完全停止 还在继续进行之中 而另一方面呢 对其他方面的调查 似乎又没有进到FBI应该进的职能作用 所以川普应该说对他是感到比较失望的 再加上科米局长在有些问题上面呢 在对外界的这个讲话 包括在国会作证 有一些话讲的可能认为是不那么合适 所以这个川普应该说对他已经 这个不满已经积聚了一段时间 所以现在在这个时点上 把他这个解除职务 当然有人去拿他跟这个历史上 尼克松总统 当时解除那些这个相关情报部门的 负责人的这个职务来相提并论 说是掩盖丑闻 为了掩盖引火烧声 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所以呢就是提前把他解职 这这样的一种比拟呢 我觉得规定很恰当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来说明 这个川普总统 他就是真的是有什么比如说 跟俄罗斯勾结来有意的来获得这个更多的选票 因为到现在为止这只是一种怀疑 尤其是民主党的一种怀疑 指控但是没有任何实际的证据来表明 所以是受到了人为的操控 我们还是比较相信美国这个大选投票的结果 因为美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些对票数的质疑 但是一旦尘埃落定之后呢 就不应该再老是纠缠这些事情 因为你再纠缠你也不可能把这个大选全部推翻 所以这样只会扰乱民心 那我们记得当年这个小布什跟那个格尔副总统 当时还不是副总统 跟格尔进行这个较量的时候 当时大家也都认为 这个小布什他的这个胜选是很意外的 有可能是做了手脚的 但是后来这么多年过去了 也没有更多的确凿证据来证明这一点 所以呢总是有些人不服气质疑 但是不能把这个不服气和质疑 当成一种现实的指控的这种依据 夏教授 川普总统执政已经有一百天了 外界对他执政的业绩评价不一 您作为一个长期观察美国政治的一个政治评论家 您的观点是什么 我觉得川普这个上任一百天以来呢 应该是现在一百多天了 那么一百多天以来 他的总的这个业绩还是相当不错的 我们看经济上 这个一个是经济增长率虽然还比较缓慢 但是呢 他有一个稳定的这样一个增长预期 比如在股市上的表现 相对来说还给人一种乐观的态势 还有呢就是这个就业力 就是我们看到一个新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吸引外国的一些大额的投资 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同时呢 这个最近发布的官方统计数字 说这个美国的失业率下降了百分之4.4 那我们知道百分之4.4是 是一个充分就业的这样一个数字 因为我们知道从百分之六 百分之四到百分之六都是充分就业 就是说失业率 一个国家如果保持在百分之四到百分之六 甚至低于百分之四的话 那就是相当好的就业水平 就是一个充分就业状态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应该说最近这十几二十年来 这个由于大家知道 就是说所谓政治正确 美国民主党的过度的滥用社会福利 大量的引进移民 包括一些来自一些不安全国家和地区的 带有恐怖主义这个嫌疑的 这样的一些新移民进来 可能给美国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另外还有呢 就是说这个在制造业方面 美国过早的转移了制造业 现在呢要吸纳制造业回国 所以川普上任之后呢 要对税收进行改革 他最近公布的方案 就是说把企业所得税 从原先的35%下降到15% 把个人所得税最高一档 从接近40%下降到最高值 接收35%的这个税率 然后把这个原来的七档 就是个人所得税的七档 改为了三档 所以这些做法呢 尤其是他鼓励那个海外企业 就是美国驻海外的企业 要把他们的利润转移回美国 而且降低税收的幅度 一次性征收20%的税 这样的话呢 就会吸引更多的美国企业家 把企业利润来返回到美国本土 给美国更多的就业机会 所以我想这个这些举措呢 应该是对美国国民 以及美国的企业来说 都是好的 就是说刺激经济增长的 尤其是减税方面 是重返了里根主义 保守主义的传统 就是说这个减税 特别是在80年代 里根总统和英国的首相 撒切尔夫人 他们当时都是信奉 这样的一个保守主义的 这个减税的这样一个政策 那么现在呢 重返这样的一个路径 应该是有可能使美国 能够重振昔日雄风 现在就说 川普总统作为一个商人 他其实是毫无执政经验 所以我们其实应该给他 更多的宽容和理解 而且我们也看到了 他其实一直在很勤奋的工作 包括对奥巴马 这个Keyer的一种修改 还有大法官的任命 跟中国总统啊 习近平的会谈等等 其实他还是一直很心 很心情的工作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观众朋友 可能还需要继续的观察 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美国经济好转的迹象 现在我们把四甲拉到韩国 因为您知道 文在寅已经就任为第19届总统 您觉得文在寅上任以后 会不会改变 或者说废止 部署萨德导弹这么一个决策 我们听说文在寅总统呢 他是比较倾向于 有人称他为是左派 或者激进分子 他倾向于呢 这个反对 萨德导弹系统布置 他也不想这个得罪中国 估计呢 他可能会跟中国呢 重建一种新型的外交关系 其实在调警惠总统时代呢 也曾经做出过很多的姿态 包括在西方大国 主要的国家都抵制 中国的一些重要的仪式典礼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抗战70周年胜利 当时的简阅 西方主要大国都没有派元首去参加 但是朴槿惠成为一个令人注目的 西方 这个西方指的是意识形态和经济领域的 西方国家的一个首脑 去参加了这样的一个典礼 他的目的是希望能够 跟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 缓和跟朝鲜的这种紧张的敌对的这种状态 因为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也非常大的 那么现在呢 我想这个前一段时间 美国在韩国布置萨德导弹系统 然后呢 就是说应该在这个总统大选期间 或者是在总统大选之前 出现了朴槿惠的丑闻 那么这个时候呢 应该说对这个导弹系统的布置 应该说起了一种促进的作用 所以这个导弹系统的布置呢 基本上已经这个大的方面已经完成 还有一些方面后续的工作需要做 在这个时候 如果文在寅总统的话 他下令要阻止 或者是完全撤除这样一个系统 他也会遇到政治上的很大的压力 那要看以后 就是如果他今后不再布置更多的东西 不再配合美国的军事战略意图的话 那可能他可以做到 所以这点 如果他这样做的话 其实是一种不明智的表现 在我看来 因为这样的话 只会助长这个金正恩集团的这种嚣张气焰 当然现在美国呢 川普总统觉得打一场战争 可能成本还是相当的高昂 他们一般不会轻易的要发动这样一场战争 所以他们把很高的期望寄托在中国领导人身上 也就是习近平身上 但是现在这个这么长时间过去了 似乎也没有得到很满意的答案 也没有得到更进一步的这种很明确的成果 在这种情况下呢 美国现在又发出了一个信号 就是川普愿意跟金正恩见面会谈 所以这个就给人有很多的联想空间 是不是川普就打算结束这样一个紧张的敌对的状态 当然这个紧张敌对状态不是美国主动发起的 而是由于朝鲜不断的试验核导弹 核试验包括这个远程导弹 所以呢造成了这样一种紧张态势 原来川普的说法就是如果朝鲜再发射新的武器 进行新的核试验或者导弹试验 那美国就要予以军事上的打击 但是朝鲜呢不听这种威胁或者警告 一再的进行重复 美国也没有办法 现在美国处于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尴尬的局面 就是呢按道理应该打了 但是呢又举系不定 就觉得打的这个代价太高了 那么现在就在拖延 另一方面呢也希望能够跟金正恩会面 来直接的缓解这样一种紧张的关系 所以如果金正恩是一个足够聪明和具有眼光的年轻人的话 他就应该把握这样一个机会 如果美国跟他会谈 不要再坚持过去的那种小流氓的路径 不断的耍赖 提出新的经济条件 然后过后再继续的进行挑衅 试验新的核武器或者导弹 如果他按照这个路径走下去 必定是死路一条 但如果他是能打破过去的僵局 就希望跟美国修好 能够对文明世界有所开放 让更多的西方的因素影响朝鲜 或者哪怕他跟中国能够更加靠拢一点 来采取一个比较保守的改革开放的路线 就是在意识形态上暂时还保持他原有的状态 但在经济领域应该允许有更多的尝试 更多的这种让老百姓过上 能够起码吃得饱穿得暖的 这样一种小康类的生活 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历史关键关头 就看这个金正恩他能不能施度势 能够采取一个正确的路径 我觉得如果美国给朝鲜这样一次机会 他还不接受还继续耍流氓的话 将来再打他的话 我觉得没有任何的人会反对 应该说美国做到了人治意境 最近的确中美朝关系出现一些大的变局 美国更依赖于习近平主席去解决朝鲜问题 就是我们可以在经济上不把你列为 汇率操纵国和其他的经济制裁 但是朝鲜问题交给你了 中朝之间又出现骂战 在媒体上现在已经公然的都开始点名相互的对骂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您是否觉得文在寅当选总统以后 中国是否有可能联合美国和韩国 共同的去打击朝鲜 您觉得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这个网友们讨论了很多 说中国会不会在任乌克人的情况下 会直接打击朝鲜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还是不大 一个就是在传统的意识形态的范畴里边 这两国还算是大小兄弟之间的关系 从意识形态价值观和这个统治模式上来讲 是非常接近 所以说如果要是讲中国打朝鲜 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当朝鲜就是不顾一切规则和仁义 直接发动这个攻击 对这个中国产生了直接的安全威胁的时候 那个时候中国是处于不得已而打击 否则的话我看不出有任何可能性 是中国主动的去攻击朝鲜 尤其是在美国的压力下 或者是在西方国家的这种引导下 去主动的打击朝鲜的可能性 几乎是不存在 那么作为韩国来讲的话 韩在寅总统他也可能不希望这个朝鲜发动这个战争 无论是针对韩国还是针对中国 对他来讲都是有影响 所以他希望朝鲜半岛无战事 这个文在寅可能最大的愿望 就是希望这个再重回到几年前 哪怕是六方会谈毫无成效 但是至少比现在这种剑拔弩张的状态要更加安全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朝鲜的火炮对准汉城 这个汉城城内以及郊外 差不多有将近两千万居民 都在这个朝鲜的火炮威胁下 虽然现在朝鲜政府 韩国政府也在动员居民 就是迁离汉城 首尔迁离到那些迁移到一些将对远一点的地方 但是这个也是不是一个根本的万全之计 因为你再迁迁离的这个成本本身就很高 再加上你再迁朝鲜也是可以用导弹来打到你 所以说即使不在火炮的射程范围里面 导弹也是可以打到 所以这个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 夏教授 我们看到了有关的报道 说朝鲜也参加我们的所谓一带一路的峰会 这是不是一种对中国大陆政府来说 是一种死好的行为 这个问题可以这样看 首先我们知道这次的所谓的峰会 或者是讲一带一路的会议 是请各国的元首参加 但是西方发达国家里面 这个整个的大的阵营里面 只有一个意大利 然后像有一些中立的国家 像瑞士也派他的这个国务主席 这个相当于一种荣誉之位 没有那么大的实权 然后我们看到俄罗斯的总统会来 然后还有一些像 一些其他的国家 土耳其啊这样的一些国家元首他们来 剩下的大多数国家呢 都是比较贫穷落后的 希望从中分一杯羹 所以这次呢 基本上说的难听一点 就是一个膝盖聚集大会 希望这个有钱的人多施舍一点 那么朝鲜呢 不会放过这样一个机会 因为朝鲜是极端的贫困 在这个阵营里边 朝鲜可能是最穷的国家之一 所以如果他参加这个会 中国想缓和这种紧张关系 给他一些好处 这种可能性还是蛮大的 但是呢 这个是一个无底洞啊 一带一路的这个所谓的战略 无论它是一种扩张的战略 还是一种想增加在全球影响力的 这样一个所谓软实力 拓展的这样一个战略 最终在我看来会失败 因为他没有什么真正能够让各国 接受的普遍的价值观 而是一种短期的 甚至想是跟美国平分秋色 或者取代美国 引领世界 甚至承担所谓世界警察角色 这样的一个做法 不会得到很多国家的认同和支持 所以这样一个会议呢 最多就是说中国撒一些钱 让这些比较贫穷的国家 得到一些实际的好处 我们昨天呢 我也在自由亚洲电台的这个评论中分析 我说这个从资金总量上来讲 一带一路这个战略要完成的话 至少要花1.7万亿美元 而现在呢 中国的三家 这个主要针对一带一路的这个银行 有好几家都是新成立的 比如说最突出的三家就是 像这个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 还有这个新开发银行 还有一个叫思路基金会 思路基金 那么这么几家机构 他们能够筹措的这个资金总量 是2400亿美元 那么这样的话呢 跟实际的这个需求 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如果这些穷国自己不能拿出一些真金白银出来 完全靠中国 指望中国来把这个事情完成 我觉得这个难度还是相当大的 所以一带一路很可能慢慢的拖延下去 最后就成为最大的烂尾工程 而且这个烂尾工程会涉及到十几个国家 在世界上造成很坏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做法 其实是非常荒唐的 大家想一想中国自己搞的 过去在国内搞的和格外搞的工程 有几个是成功的 胡锦涛时期曾经在非洲大量的这个撒钱 希望呢 获得非洲国家的这种青睐和支持 但是后来的结果如何 大家都能看到 在这个非洲工程中 很多这个官僚家族获得了巨额的利润 但是呢 这些国家的老百姓 并没有像他们所期望的那样 感谢中国政府 就是长期的对中国 采取一种信任和合作的态度 这些都没有做到 另外中国国内过去搞了很多的工程 所谓西部开发工程 东北开发振兴工程 还有什么 黄海海 黄淮海这个平原开发 还有呢这个各种各样的 包括这个环渤海带 以及天津新区 这样的一些建设 现在一个一个的就时间长了 都被人们忘却了 淡化 那些钱投的也就等于是烂尾工程 有的钱都不知道投到哪去了 现在又在搞这个雄安新区的 所谓千年大计 但是这几天郭文贵爆料之后呢 这个千年大计也受到了巨大的影响 在形象上受毁 因为千年大计的规划 主要是由这个现在的住建部的副部长 原来是北京市规划委的主任 黄燕来主持的 那么黄燕呢 他的这个丑闻 他跟这个中共高官之间的关系 跟中南海中密切的 说不清这种复杂关系 使得这个整个工程的形象 就贴上了一个非常令人 令人这个不齿的这样一个标签 所以我觉得现在中国搞的这些工程啊 这些战略 其实就是劳民伤财 把中国老百姓辛辛苦苦赚的 这种血汗钱呢 都是为领导的这个首长的面子工程 做他们的这种形象工程 一个一个的 其实他们这种面子和形象也保不住 最后一个一个工程的破产 造成了这个国民财富的流失 而中国的老百姓有很多呢 连最基本的这种尊严啊 基本的财产的权利都受到了剥夺 所以这点呢 是我们感到非常痛心 也感到非常愤怒的一件事情 谢谢说 最近有几个热点新闻 想请您简单的评价一下 第一个呢就是钱其称啊 原来是外交部长去世了 您怎么评价钱其称 他的为人和他的功过 钱其称是中共地下党 就从学生时代就作为地下党培养 然后呢他在这个后来啊 中共取得政权之后 作为青年干部培养 他被送到这个苏联的中央团校去学习 就是作为这个党的这种接班人梯队来培养 所以当时呢像吴学谦啦 这些人其实都是差不多 乔石啊 他们这些人都是当年的学生 后来被逐渐的培养作为接班人这种体系 那么钱其生呢 他个人在外交领域应该还说是有相当的影响和地位 就是说他个人的这种才智是应当肯定的 虽然我们讲中共的官员普遍的这个思想僵化呀 这些我们就会讲中共整个统治都是邪恶的 但是我们并不能否认在中共的统治下 这么60多年将近70年里边有很多的杰出的人才 这些人才呢在各个岗位上被应用 即使在中共的高官里边还是有一些相当的一些人才 但是这些人才很可惜 他的才华大部分时间不能得到真正的好的这种利用 反而呢是在为这个政权助纣为虐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你就评价一个人变得非常的复杂 你要是如果多称赞他几去 马上网络上一片骂声 说你在为共产党的高官在土子磨粉 你还在夸赞中共的高官 但如果你把这些中共的官员都说得一无是处 一钱不值的话 那也不是一种客观的冷静的态度 是不是 这个政权他得以维持 他这个政权在运行的过程中 还要有一批稍微有一点能力的人 你不能全部像周小平 像司马南这样的人 总还要有一点真才实学的人 所以相对而言 钱其生在外交领域里面 还是比较突出的一位 就相比较一些像李造星 像这个后来的像王毅这样的 完全是无知的 无知无畏 又非常愚蠢的这些外交官员 那相比较而言的话 钱其生还是相当有料有货的人 所以呢 他过去呢 这个最早展露头奖 是在中苏谈判 中苏边界谈判持续了几十年时间 就是那时候 从改革开放前到改革开放后 他很早就介入到中苏谈判 所以呢 他在这个方面还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那后来改革开放之后呢 他的地位也上升了很高 担任了十年的外交部长 又当了五年的主管外交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 应该说他在外交方面还是有一些 就是或者讲对中共的贡献 或者是说有一些能力吧 但是呢 他也有罪恶 我上次在点评里面也提到了 说主要两大方面 一个方面就是说 他这个跟中苏边界谈判的过程中 以及后来跟俄罗斯叶利欣总统的签约 就是等于是承认了撒航俄国过去 根据不平等条约强占中国的几百万平方公里 这个土地 这个土地这个我们过去一直在说不平等条约 但是江泽民时代 竟然和叶利欣签署了这样的条约 而在这中间做具体工作的就是前提成 所以呢 我们讲决策的人当然是具有更大的罪恶 就是江泽民是一个真正的卖国贼 他承认了这样一种历史上的这个 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合法性 但是从辅佐他来讲的话 助纣为虐或者帮贤来讲的话 那前提成也难逃其咎 就是说他也是负有一定的责任 当然我们讲这个责任呢 你没有办法说完全由他来承担 因为他毕竟是一个技术官员 或者说是某一个专业领域中的官员 所以他没有办法完全摆脱这个受支配的这样一个命令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知道他的儿子钱宁在美国留学 而且还写过一本非常畅销的书叫留学美国 那但是呢他在美国生活 作为前提成来讲的话可能还想给他捞一点好处 所以过去有一段时间是法国向台湾出售军舰有军援 那么就在这个整个的系统中 中共呢是希望阻止 但是在阻止过程中呢 也通过各种渠道 希望从中获得一些这个好处 那么其中的有一大笔回扣 据说是前提成要求直接打到美国 释迦哥打到这个他儿子钱宁的账号上 但是后来有人举报了这件事情 然后美国的国税局联邦调查局这样的一些机构 都进行了调查 所以这样的话给钱宁带来了很大的困境 在这种情况下呢 钱宁生不知道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 跟美国有关方面接洽 说希望能够放他儿子一马 这样的话呢他可以呢 向美国提供一些有关中美之间外交关系 或者战略方面的一些情报 那事实上呢他这样做了之后呢 果然是在这个方面呢 得到了一些这个宽容 当然这个细节呢 我们不是特别清楚 因为是危机解密里边所报的一些料 所以有些东西呢 可能有待于将来 是不是会有更多的详细的资料来披露 所以我们现在就讲 就是钱宁生本人来讲的话 他一身中比较大的 也许我们不知道 还有一些其他的掩盖的一些事实 但是比较大的这个污点呢 就是这两大问题 夏教授 郭文贵在爆料中提到您刚才提到的 住房建设部副部长黄燕的一种性丑闻 或者说他通过摄像 一步步的爬到一个副部长的位置 但是我看到有些网友也有不同的看法 就说一个 他的位置 一般来说这种女性呢 应该在一个比较低沉的 比如说处长以下或者怎么样 但是他能够一步一步的爬到副部长这个位置 这确实让人比较难以理解 您怎么看中国官场这种现象 其实中国官场上的潜规则跟演艺界基本上相同 演艺界只不过被暴露的比较明显一点 但是中国官场一直是这样的 就是从80年代甚至更早 在延安时期就有 就是说这种共产党的这种 全色交易 就是说你要是跟高级领导人上床了 那么就有可能得到提拔 所以这样子这个潜规则一直延续到今天 那么有一点不同的 就是黄晏还顶着一个美妙的外衣 就是什么呢 说是年轻化专业化 说他是一个高学历的美女 所以高学历是他读过一个硕士 但这个硕士的学历很模糊 一开始有人说他是清华 清华校友 而且清华校友会里面的一些通报啊 一些里面还经常提他 但是我没有看到任何资料说 他是清华哪个系 哪个专业 什么时候毕业的 这个得的是什么硕士学位 都没有讲清楚 那也有人说呢 我看有些资料说 他是在比利时鲁文大学 获得的有关跟环境啊 跟这个居住相关的专业 拿到的硕士学位 但是这个方面的资料也不详尽 到底是他一直在首都规划委 担任高官的时候去拿的呢 还是什么时候 就是是一种寒寿的呢 还是说在中国办的这种 所谓分校啊 寿学教学典啊 这种不是太清楚 如果他没有就是全脱产的 到比利时生活那么一两年时间 就拿到这个硕士学位 而是在中国担任高官员期间 就拿到的硕士学位 这点是很可疑的 就算是他担任高官期间 这个上级批准他去 比利时去学习一两年时间 这个也是可以看作是腐败的一部分 因为这个我们知道很多人 他去读书和普通的学生去求学 是两回事 当你没有任何官方背景的时候呢 你的求学 那是完全靠你的本领 有些人当了高官 特别是当了一些 非常关键机构的官员的时候 他就有了交换的资格 有很多人包括一些外国机构 都愿意为他开放绿灯 大家知道哈佛大学有个肯尼迪学院 肯尼迪学院其实呢 那个公共管理硕士项目 现在是水分非常大 就是说跟中国有很多的 这个相关的合作和培训 很多的中国政府官员 都可以到哈佛大学 肯尼迪学院 拿一个公共管理硕士学位 所以不见得要有多高的 这种学术含量 当然现在习近平所重用的一个 经济幕僚 或者是高级官员叫刘鹤 刘鹤呢 有人说他是一个了不起的经济学家 有人说他是最有能力 管理国家经济事务的 甚至有人说他应该取代李克强 其实说来说去 他有什么学历能够支撑这一点呢 他就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公共管理硕士学位 当然他拿的相对时间较早一点 那可能我们不能说他是完全是水货 可能是他当时还是真正的学了一些东西的 但即便如此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公共管理硕士学位 他的对经济方面的这种到底有多深的造诣 是值得怀疑 可能说只是一个普及水平的经济学教育 他不会有非常深的 不是像在芝加哥大学 那个经济学博士学位那个含量那么高 所以说呢 这个有很多的你发现 中共任用人才 他并不是说这个人在这个专业领域中有那么杰出 而是说他只要沾一点边 说你行你就行 那假如说你有一个有年轻漂亮女性 然后呢 又有一个国外的学位 那可以把你提的把你捧的很高 但是有人说要较真的话 那如果你是重用知识重用人才 那有人比他的学历更加坚实 学术水平造诣更高 你会不会用这样的人呢 他说不一定 那我看这个人可不可靠 值不值得信任 这是不是可靠和值得信任呢 很多人要从血缘上面去看 从派系上面去看 你是不是中共的红二代红三代 你是不是在哪个派系里面得到某个高官的赏识 如果你什么的背景都没有 只是一街草民草坤 那他可以用你 如果你是善于拍马逢营 那你可能会有机会 但如果你不完全按照这个东西去做 那可能你就没有机会 所以光贵揭露了很多的这种丑恶的内幕现实 帮助我们了解中共官场的这种 非常令人厌恶的这种潜规则 那么黄燕呢就是这样一种 这样的官员 只要级别高的官员恨不得扑上去 他根本没有这种廉恥心 就是一般女性要有一种自重 他在这个高官面前那种张牙舞爪 就是恨不得马上就抱上去上床 这种无耻的这种女性呢 应该说是比较 当然说在中国社会中应该是过去是被人们所不耻的 但是现在在这种官场的这种文化中 反而现在越来越多了 越无耻 他上升的机会就越多 所以这是一种略欲逐良弊的这样一种现象 各位观众朋友们 刚才夏教授进行了精彩的点评 谈到了川普总统对科米局长的解职 也谈到了他一百天新政所带来的业绩 我们的观点是对川普总统应该给一个宽松的时间 因为他没有任何从政的经验 我们应该宽容的有耐心的去等待 也谈到了韩国政局的变化 文在寅担任了总统 可能会对萨德反导弹系统的部署带来一定的改变 当然这种改变可能会是一个决策性的错误 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极权主义国家 并且还面对虎视眈眈的北朝鲜 世界的局势会如何的变化 中国的局势又将走向何方 我们都将继续的观察 好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也感谢夏宜良教授 感谢您的观察